这是一部让人大饱眼福的日本电影 女神黑木桐大尺度出演 内容疯狂又禁忌 戳中了多少成年人生活背后的不堪 让人全程捂着眼看完 38岁的林子是个知性优雅的女人 相亲的时候结识了现在的丈夫 丈夫平时工作很忙 很少有时间来陪伴她 林子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她的生活 闲暇时候就在文化中心坚持当书法老师 那天在观看艺术展的时候 一个50岁的大叔被林子的气质所吸引 近一路跟着她离开 在门口时 大叔努力打开雨伞想英雄救美 但那笨猪的样子却莫名让林子觉得很可爱 两人就这样相识 并且很快相爱 虽然都是一把年纪了 但彼此却像年轻人一样热烈地爱着 大叔在出版社当编辑 也早已经成家立业 妻子是个文艺工作者 田径且温文尔雅 颜值其实并不比林子低 女儿已经长大成人 当上了医生 工作体面 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此时的大叔毫无生活压力 堪称人身赢家 可他对妻子却没有多少感情 对女儿也一直缺乏照顾 从前是因为工作太忙 而如今他在出版社里并不被重用 日子其实过得很清闲 但因为和林子的私情 大叔仍然假装日理万机 常常借口出差 跑出去和林子约会 两人就像出场爱情的小情侣一样腻歪 一起游玩 一起看戏 一起在酒店里疯狂地制造快乐 他们在一起时总是笑容满面 可一旦回归家庭 彼此的生活好像都有些英语惨淡 大叔的好哥们其实也注意到了成熟优雅的林子 这样迷人的女人 大概是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 而大叔并没有告诉哥们 他已经和那个女人好上了 在外人面前 大叔和林子常常装得像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 而一回到酒店却又迫不及待地释放着彼此的欲望 不过林子的闺蜜目光敏锐 早就洞察了一切 他微微一笑道破了天机 而林子也没有否认 他只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 闺蜜其实也已经和大叔的哥们勾搭上了 她是个单亲妈妈 前夫是法国人 儿子野员陶之助却是荷兰人 各种貌力不言而喻 陶之助有着让人羡慕的待遇 就是不怎么聪明的样子 有一天 哥们突然打电话给大叔 林子提出要在他的文化中心全职工作 他看起来好像很缺钱的样子 大叔赶紧给林子打电话询问情况 可是一直没有接通 这令他心急如焚 一整天魂不守舍 直到和同学聚会的时候 林子才给他回来电话 原来林子的父亲心脏病去世 他回去奔丧了 大叔听到他的声音有些激动 迫切地想和他见面 他已经在酒店开了房间 林子只能飞快地往这边赶来 再次见面的时刻 两人紧紧相拥 死去的男人其实是林子的继父 林子的身父在他三岁时就丢下他们 而在他九岁的时候 母亲才改嫁给现在的继父 继父对林子很好 将他视如己初 因此他的视去让林子很是伤感 大叔又询问他全职工作的原因 如果是因为缺钱的话 自己其实可以帮他的 林子却说他不是为了钱 只是在文化中心全职工作的话 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离开那个家 也就有更多机会和大叔优惠 听完他的话 大叔深受感动 又准备和他打扑克 起初林子想拒绝 但最后却主动起来 此处省略了三分钟 林子回到家中 丈夫突然失信大发 也想和他亲热 林子却很抗拒 用力地推开他 然后飞快地逃离房间 在本该是一家人团聚的欢喜日子 大叔却以工作为由要出去 妻子对此已经习惯 微笑着送他离开 女儿却突然叫住父亲 请求他对母亲好一点 大叔不知如何回答 妻子突然替他解围 不出所料 大叔去见了林子 他买下了一套房子 作为和林子优惠的秘密场所 林子自我调侃 再这样下去我会下地狱的 大叔却笑着说 那我们就一起去死 这房子成了两人的另一个小家 今晚又是极其美妙的一夜 四处再次省略三分钟 林子回到家时 丈夫突然严肃地说 自己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在哪里吃饭 住哪家酒店 当然 还有情人的名字 原来他早就雇佣私人侦探跟踪妻子 不过他不会和林子离婚 或许用婚姻来束缚林子 是对他最好的惩罚 与林子的负罪感不同 大叔倒是很轻松 还调侃私人侦探着照片拍得挺好 就像是他们的纪念册 看着林子一脸的内疚 大叔又笑着说 也又震惊又淫荡的样子真是迷人 林子一听也笑了 大叔抱起他 接下来又是喜闻乐见的情节 不过当大叔回到家中时 妻子也一脸平静地提出了离婚 说是这样可以给他自由 原来他早知道丈夫在外面有人了 大叔惊讶地站在原地 他不知道妻子竟会如此果断 不久上次接到了一封举报信 信中指责大叔勾引有夫之妇 胁迫对方到酒店和自己优惠 大叔承认了和林子的关系 但用勾引和胁迫这样的字眼并不恰当 不过不管怎样 影响已经造成 上司人决定将大叔调到分公司 另一边 母亲奇怪林子和女婿怎么突然冷战了 林子没有隐瞒真相 大胆承认自己在外面有爱人了 在他看来 当时和丈夫结婚纯粹是因为年纪到了 母亲催促着他完成的 可那并不是爱情 反倒大叔才算是他的初恋情人 母亲大骂女儿是当夫 林子却说若自己是当夫 女人就都是当夫 母亲气得一巴掌甩了过来 但林子仍表示要坚守自己的爱情 得知大叔将要被调到其他城市 林子劝他干脆辞职 而自己愿意舍弃一切与他在一起 林子回到家中 告诉丈夫 母媒被迫 也没被诱惑 在到了一身保重后 他毅然决然离开了家 另一边的大叔向上司递交了辞职信 而妻子也已经委托律师来处理离婚的事 他说话的样子仍然是那么温文而养 柔情似水 大叔不知道该说什么 妻子已经把他的常用衣服打包好 让他多多保重 大叔回头向母女两人道谢 那一刻 女儿突然冲上前想挽留他 最后却被母亲拉了回来 事到如今 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大叔和林子开始了 没凶没臊的二人世界 不必多说 此处又省略了三分钟 两人坐着火车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雪地中回顾着彼此的一生 他们都不再年轻 却偏偏在这个年纪遇到了一身挚爱 他们决定一起赴死 成全爱情的永恒 两人最后一次酣畅淋漓的打不可 最后在毒药的作用下 同时失去了呼吸和心跳 就这样迟迢迢地相拥地死去 这一段爱情表面上看着很唯美 实际上更多的是欲望和新鲜感在做坏 若是对婚姻不满 其实也可以先离婚 再去寻找真爱 不论他们心中把这段念缘美化成什么样子 最终都逃不过道德的审判 更何况两人在一起实际上不足一眠 还没到平景期 若是再相处下去 估计也会彼此心生厌烦了 你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